师父您在那个博客 就是师父台长博客有一个 有一个同修的精彩分享 我们看了也是很受益 我给我给大家读一读吧 师父您在开始开始 他说大家好 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 愿大家福慧双修精进学佛 2017年11月17日早上 我与师兄们一起在观音堂 集体上香的时候 我祈求菩萨让我能够严守五戒 守住自己的根本 上完早香之后 我就安静的坐下念经 念到一个半小时时候 我看到了一道很强的金光 于是我闭上眼睛 看到了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说 要带我去看犯了邪淫的果报 然后我就跟着韦陀菩萨 去到了一个黑漩涡 往下走着的时候 我感到害怕 韦陀菩萨跟我说 不要怕有我在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地狱 韦陀菩萨先带我去看的是虫子地狱 那些人被虫子 注进身体里面 全身都是虫子 韦陀菩萨对我说 你看这些都是犯邪淫的果报 这些虫子不止钻进身体 还会钻进你的骨头里面 让你非常的疼痛 然后韦陀菩萨带我去看铁柱地狱 那里的铁柱烫得很烫很热 我看到有些人都不敢走 不敢走前去 有的是被夜叉逼着 向前抱住那热烫的铁柱 韦陀菩萨对我说 你看这也是犯邪淫的果报 在人间被热水烫的都已经很痛了 更何况是抱着这么热的铁柱 我看了 我看了非常的害怕 接下来 韦陀菩萨带我去射眼地狱 我看到的是拿着弓箭来射他们的眼睛 惨不忍睹 韦陀菩萨说 这些就是在人间看了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所以由此果报 韦陀菩萨还说 在人间犯这些邪淫会骨折骨断 韦陀菩萨告诉我 一定把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分享给大家 韦陀菩萨说 下一次带我去看打望雨的果报 我在地狱里看到那些犯邪淫 惩罚的凄惨情景 真的是毛骨悚然 我立刻睁开眼睛 冲出了观音堂 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敬 以上分享真实不虚 地址有分享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此别原谅 请韦陀菩萨此别原谅 请各位诸佛菩萨慈悲原谅 师父 我讲完了 谢谢 你让我刚刚就 就你这么分享一点时间 我还瞇了一会儿呢 师父是累得不得了 就是告诉你啊 地狱苦啊 你们想象一下 不相信的人 请他们想象一下 就可以了 想象一下 你做梦像不像真的 我们不要说真的 你做梦你会痛苦吗 害怕吗 完全像真的一样 你现在就明白了吗 所以地狱就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你醒不过来的 就永远在下面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是否委托菩萨带他去参加地狱 是不是就是要是警醒世人 对啊 也不要犯 就是你知道现在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看 看黄色的东西 因为任何的新闻里边 全部描述的很多黄色的东西 他哪怕一个 一个新闻 他都要黄色的描述 所以对人的伤害极大 尤其对年轻人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看 跳过去 不要看 咬咬牙 他不管再什么好的题目 不要去看 你们没有免疫力啊 真的 是是是 对对对 千万不能看的 哎呀 真的 这种真的下流的不得了 这些制造下流的东西的人 以后全部要下地狱的 他们的业很重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是对对对 其实师父 在这里真的是感恩委托菩萨 给给大家这么一个警醒啊 师父 通过这些同修 对呀对呀对呀 就是这样 所以人一定要 人一定要有境界 明白吗 对对对 好 谢谢师父的特别感谢